有些逆耳卻是忠言 院長您怎麼看就是國民黨通過了 就是禁止抹黑韓國瑜條款 只要講他壞話的話 就會被開除黨主 講他壞話 要看 其實如果是講真話 有時候不重聽 但不一定是壞話 所以國民黨 如果要好 就要聽得進去 有些逆耳卻是忠言 開除一個資深的黨員 並不一定就能團結一個黨 開除講真話的人 並不會讓大家覺得 就不敢講真話 反而會讓人家覺得 你聽不進真話